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 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 给人们照亮道路 使他们走向黎明 驱散黑暗就是战士的任务 但不躲避黑暗却要面对黑暗 跟躲藏在阴影里的痴美亡粮搏斗 他要消灭他们而取得光明 战士是不值得妥协的 他得不到光明并不会停止战斗 战士是永远年轻的 他不犹豫 不休息 他深入人从中找寻苍蝇 毒蚊 等等危害人类的东西 他不断地攻击他们 不肯与他们共同生存在一个天空下面 对于战士 生活就是不停的战斗 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 便是带着满身伤疤而死去 在战斗中力量只有增长 信仰只有加强 在战斗中给战士指路的是未来 未来给人希望和鼓舞 战士是永远不会失去青春的活力 战士是不知道灰心与绝望的 他甚至在失败的废墟上 还要堆起破碎的砖石 重建九级宝塔 任何打击都不能击破战士的意志 只有在死的时候 他才闭上眼睛 战士是不知道畏缩的 他的脚步很坚定 他肯定目标便一直向前走去 他不怕被半脚石摔倒 没有一种障碍能使他改变心思 假象绝不能迷住战士的眼睛 支配战士的行动是信仰 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 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 除非他死 人不能使他放弃工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中的战士 我也要为了即将到来的下日记战斗了 期待8月19日与大家的见面 我是迟毅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